悲哀,阿根廷门将当街惨遭歌喉,年仅25岁,点个关注,为您带来体谈最新资讯,原创文章,未经允许信物转载,根据外媒报道,近日阿根廷足坛有一位年轻球员,当街惨遭歌喉,当场死亡,死者为25岁的门将法昆多·雷斯·平多拉。 根据视频显示,上周日深夜,雷斯·平多拉在街头遭遇一群人围殴,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拔刀刺向了他的颈部,最终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,在事发后,警方逮捕了两名犯罪嫌疑人,其中一人还是一名职业球员,名叫纳维尔·奥维多。 事发当日,法昆多·雷斯·平多拉,回到了家乡赫林汉姆,进入附近的小酒吧,晚上18点30的时候,法昆多·雷斯·平多拉离开酒吧,并准备驾车离开,但是正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,紧随他后出来了一群人,对他进行了围殴。 雷斯·平多拉试图反击,无奈对方人多只能挨打,而其中一人死众他的颈部,法昆多·雷斯·平多拉倒地,在他倒地后凶手准备逃离,但是被警方当场逮捕。 1992年12月26日,雷斯·平多拉出生于布宜·诺斯·艾利斯的赫林汉姆,早年间,他曾在查卡里塔竞技受训,此后,又陆续在河床和拉努斯效力,因为阿贾的竞争过于激烈。 他在2013年加盟了阿尔玛格罗,一家位于和赛因赫联罗斯的一级俱乐部,随后,便上演了职业生涯的处子秀,2016-17赛季,雷斯·平多拉转投贝尔格拉诺防卫者,阿根廷第三级别联赛的球队,可他还是未能站稳脚跟。 仅仅一年后,他就加入了乌拉规竞技俱乐部,没过多久,他就成了自由身,并一直在寻找新东家,而犯罪嫌疑人之一的纳维尔·奥维多可谓是臭名昭著,他曾是一名颇有前途的球员,但是在2011年,他与两位同伴在维拉德沃坡实施入室盗窃,而后被逮捕,随手就丢掉了饭碗,被毒鞋禁赛了三年。 至于奥维多一行人为什么对法昆·多雷斯·平多拉大打出手,并最终导致其死亡的原因尚未查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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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